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m Benny Beltran 那么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就是一直与娇兰的合作视频 其实也不怎么算是合作视频 因为我要讲的全部都是我之前已经讲过的 他们在给我钱让我选一下最近我觉得比较好玩的产品 当然了,如果你不喜欢这类的视频 可以点阅上的插插出去看一下我其他的融杂的小广告的视频 OK,那么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 所以视频开始以前,当然想到读各种评论 多关注、多设论、多厨论、多厨论、多厨论 请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第一个推荐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先从讲到的东西开始说 就是我们玉丁兰花的面霜 我就先从质地开始讲解 它的质地就是这种丝滑般的臭感 非常的柔满 我好像抹得有点多 丝滑般柔满 这种慕斯的质地 柔柔軟軟 但是又不會帶油 也不會帶乾色 抹在臉上面之後呢 就如同奶油般呵護 柔潤你的肌膚 讓你的皮膚有一種 匆匆保濕 融合 滲透的感覺在裡面 在你今天簡單的按摩之後 這個面上的屢屢清香 將會抽起你的鼻腔 那這個皮膚的感覺呢 又會慢慢慢慢收緊 你會有一種被提拉的感覺 注意 這個不是乾色 也不是緊繃 就是那種 皮膚被慢慢收緊 後面慢慢有點緊啊 對 就是這種感覺 雖然說我之前常推的是黑蘭花 瘋狂的在推的都是黑蘭花 但是一 黑蘭花太貴了 很多人可能覺得 嗯 以外國的每天面霜 我可能覺得有點吹 二呢 是因為最近天氣慢慢開始熱起來了 我覺得白天塗黑蘭 在塗防曬感到有點厚重 所以說黑蘭現在我的晚上用這一個 又重新獲得了我的窮愛 它現在是我最喜歡的日間面霜 那我們的玉天蘭花面霜當中 原來它的主要成分什麼 當然是珍貴的蘭花精華 珍惜的蘭花精華 讓我們的皮膚融化年輕 風潭緊實 任美如初 也是它讓我的肌膚 均勻通透 容光緩泛 OK 我們正常一天啊 除了剛才想說的這個蘭花精華 他們家還有一個特殊的科技 叫做什麼呢 叫做全新細胞呼吸科技 它是用天麻作用於天然細胞調 我會在一起噗啦噗啦噗啦 因子那個我也不太會面 我會打在下面 那天麻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種傳統中藥裡面的蘭花 對 而且呢還能保護細胞生物能量的 限力對網絡 OK 我們來說些人話 簡單來說呢 就是它對於我們所有可見老化症狀 都有明顯的效果 不管是緊實度啊 彈性啊 均勻度啊 還是皺紋和細紋啊 噗啦噗啦噗啦的 而且它還可以讓我們的細胞 重新獲得呼吸的力量 噗噗噗噗噗噗噗 促進我們的細胞的生命力 好 再講下一件產品之前 我要多一嘴啊 就是關於椒懶 我特別特別喜歡椒懶 除了它非常有效 非常好用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就是他們家在努力地傳遞美與力量 是擁有大愛的奢華之愛 怎麼說呢 就代表說它的玉婷蘭花系列吧 椒懶在2007年開展的森林除天項目當中 使雲南省天子區的蘭花特別養殖基地得以恢復 他們一直在通過這個來践行保護蘭花的承諾 而且他們在保護區當中重建熱帶雨林 相當於重新完善整個生態系統 就目前為止他們已經住了400個公層的蘭花 共起12000種野生蘭花 和25種不同的種類被重新引入 包括在第四代蘭花面霜外光中更新當中 他們減少了58%的碳排放量 好了我們來講第二件產品 第二件產品呢 就是我們的帝王風姿服務員命 你之前呢已經很多次展示它對GD的 我還是想給大家展示一下 沒有說這些是這種秘密的感覺 它沒有那麼的流動 雖然也帶有流動性 但它不會像水一樣 它裡面有一種小顆粒 你把小顆粒按開 結果它就會變成一個 就是融合在這個水裡面的神奇物質 它可以促進我們皮膚 會讓我們皮膚變好 懂了嗎 雖然而這個東西看起來像油 實際上它是水潤質地的 清爽不油膩好吸收 那剛才我說這個小顆粒呢 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墨藥樹脂的精華 它是用有加強修復和消氧的功效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 哎呀它還蠻有修復效果的主要原因是在這裡 那常在這個小脂水 屑屑屑屑屑有顆粒的 這個液體的核心成分呢 是純淨髮裹 黑風蜂蜜和上品瘋狂醬 那將來的復原蜜妝 它也說它主要的功效呢 就是修復肌膚 讓我們的肌膚變得太溫亮 那它裡面獨有的黑風修復科技呢 是在修復我們皮膚 同時呢 讓我們的皮膚 提高它自己的自癒力 這一支精華我很喜歡跟他們家那個雙翠精華一起來用啊 就雙翠精華我之前也推薦過 所以這支影片我沒有推薦 但它依然很好用 這兩支精華非常的適合 放在一起來用哦 而且肥原蜜其實可以跟很多產品一起使用的 比如說它可以跟粉底搭配啊 身體乳搭配啊 面膜啊 它都可以搭配的 大家都可以用一用 剛才我們說到玉天涼化的時候 受到了嬌蘭的這個保護的行為 那我們說到帝王風姿 依然還有 嬌蘭在近十年間一直在守護著法國烏愛上島 這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保護區的島嶼 並一直致力烏愛上島上面的黑風保護 嬌蘭加入了布列塔尼黑風保護協會 目標在2020年前 在歐洲搭建一千萬個新風潮 培育三萬個養蜂人 為黑風可持續性保護行為貢獻力量 可能這件事情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 不像是有的人就是 幹幹什麼事的 那全是也知道 那第三樣產品是一個彩妝 是他們家的這個保時唇膏啊 我最推薦的還是給狗最快生的這個 它這個系列都很好看 它家的殼子和口紅是分開賣的嘛 你可以自己搭 他們家新出的這個角色美麗風化完美 這四個都很美 並且都很百搭 我省省省這24號色 我之前給大家看那個木玫瑰色 很漂亮這個顏色 很好看 最後一個要講的是他們家這一支香水 英知漫無 現在開始漸漸進入夏天了嘛 天氣慢慢炎熱起來 我們需要一些清爽的甜美的味道 但是太甜又太膩 太美又太普通 所以我選了一支花香混合著柑橘香氣 在一起的無法抗拒的上米香氣 給到大家 這支香水裡面的櫻花淡淡的櫻花香氣 配合著佛手跟的加入 營造那種新鮮甜美清新的感覺 水利和西瓜的澄澄香調 把它變得柔和飄渺 又有紫羅蘭和白色的香味 它賦予了一種微妙的朦朧感 讓它整支香水都呈現一種水彩花般的詩意 你噴上它 它會讓你變得朦朧而浪漫 教練他們家這個香水的系列 我之前也推薦過 比如Frogan之類的 不勞勞拉的 那他家的這個系列 香水是可以進行疊噴的 其實很多香水都是可以疊噴的 疊噴可以獲得新的世界 如果對香水感興趣的話 可以去試一下 教練呢 天房之間還有個超級品牌 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有蠻多優惠的 好了以上呢 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哦 如果喜歡這篇情人們 都會在大門搜尋評論 多關注 多小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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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微博 還有我 Instagram 學學 OK 我們下期再見囉 Bye呀